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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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很久沒有拍過開箱影片 今次我在淘寶 塗了一個手機鏡頭螢幕 那麼久以來也是第一次買這類螢幕 我想看看現在的質素是怎樣 看看會不會幫助我 保護電話比較好 事不宜遲留,我現在馬上開箱吧 這個很難開的 這個很難開的 可以 我覺得這些應該一次過買兩塊會比較好些 如果它冷藏就會即時可以補救得到 不需要再到處找 這個是送的 另外呢 這個是螢幕提供 打開來看看 我買了兩塊 剛剛就是貼這個武具的工具包 它都配了兩套 我的電話就是 紫色 我就特意配上紫色的螢幕提供 挺漂亮 另一塊 這塊布 就是會清除鏡頭上的層內 都挺精美 比我想像中的期望 為高 好了 先消一下 鏡頭 好 因為我都一定時消毒 就算疫情之前 我都會定時消毒一下手機 因為始終每天用的時間比較長 而且出去的地方都很容易沾到一些細菌 所以我都定期消毒一下我的手機 好 好 我看一看 OK OK 我們用這個滋層貼 貼一貼 你看看 不需要貼太多 因為鏡頭不同於手機主螢幕 經常接觸很多指示 輕輕貼一貼就可以了 開始貼螢幕貼 現在對方位置 這隻是比較厚 保護會比較好 雖然有一點色差 但整體來說也能接受 貼得不錯 不錯 再用螢幕貼的鏡頭拍照給大家看 加上電話套後 看看螢幕貼 螢幕貼上水平線 不會擔心螢幕貼後會有凸起的情況 不會掛手 非常平滑 外觀不太確 貼了螢幕貼 我滿意螢幕貼的質素 再用螢幕貼後的鏡頭拍照給大家看 看看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再用螢幕貼後的鏡頭拍照 下次見 再用螢幕貼後的鏡頭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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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